哎呀 琳琅 琳琅姐姐 你不是去当御前宫女了吗 怎么还去洗衣服呀 对呀 我这么笨 怎么可能去御前伺候皇上啊 你没去啊 真是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机会你都给错过了 要是给我就好了 挂珠 喂琳琅 听说你不去御前了 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我说卫琳琅 你既然不去御前了 还不赶紧把昨儿的衣服送回去 难不成还要我们去取吗 就是 真不知好歹 连皇上都敢得罪 不知道天高地厚 就是 这帮人真是失礼眼啊 真讨厌 琳琅 没事 没事的 琳琅姑娘 是你啊 我早就想来看姑娘了 听说姑娘 要准备去御前了 不过这样一来 以后再也不能找姑娘 来给我洗衣服了 公公不用客气 我已经不去御前了 对了 你的衣服我也洗好了 得空去拿便是 那多谢姑娘 姑娘你 为什么不去御前了 多好的差事 我不想战战兢兢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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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这么点啊 这个粥这么稀 这么小的馒头 五个人吃 怎么吃得饱吗 这是薰者库的定力 我看啊 就是这帮萌萌 故意整我们 以后啊 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怎么就难过了 以前不一直这么过的吗 你要想过好日子 自己把钱皇上去 是琳琅惹皇上不开心的 你干吗每次都要说我呀 你还有理了你啊 好了好了 我不是很饿 你们快吃吧 我去洗衣服 琳琅姐 看吧 气走琳琅了 自己吃